是的 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一周年 尽管面临西方国家的制裁施压 俄罗斯士气却丝毫没有减弱 俄国公司还在阿布扎比的国际防务展览 展示各类军火 大力招商引资 其中一家就是印度和俄罗斯的合资企业 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 他们表示会在这场展览会扩大客户群 争取和更多中东国家合作 参与展览的俄罗斯军火公司 还包括卡拉什尼科夫和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 他们主要在这场展览展示突击步枪 导弹和无人机 主办方表示这场国际展览有65个国家参与 会一直进行到本月24号 宇宙的资格 到沙都市 有7个国家的很多小国家的 不过 有7个国家的领行